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热血动漫细情界正在情绪热播 这是一个完全顶覆大家认识的西游 唐僧师徒去先天带回的不是经书 而是世间的第一朵火焰结晶 而这师徒四人取经回来 不仅没有功德圆满 而死的死 伤的伤 除了唐僧获得了金山银山赏赐 三个徒弟五一善终 说吧这也就是在听众得到解经后 被杀西关一拔去了象征自信的苗牙 当他回到中山城后 就变成了一个车头车尾的废物 但是救回老婆高翠兰 仍然是他心中的梦想 当唐僧藏三人带着姐姐来找猪八戒 却被猪八戒利用带到城堡消除了古今 原来猪八戒和弟弟说好 要用姐姐交换老婆 谁知道朱永烈不仅要得了解心 还要吃唐僧肉 还把唐僧打成了重伤 也看着自己最害的师父 因为自己惨状恐怖 猪八戒终于呼吸的勇气 抢回了九尺丁霸 帅气的变身了 还长出了獠牙 打背了朱永烈 可谁知这时候高翠兰却提着刀来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箱里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